每年的二月中旬,冰雪消融,山谷中逐渐恢复生机。 峨眉磁蝉会在这时苏醒过来,前往溪流中进行繁殖。 此时气温并不高,只有10摄氏度左右。 夜幕降临,一只刚苏醒的雄性滋蝉从山上下来。 它进入冰冷刺骨的水中,寻找合适的石洞作为繁殖场所。 之后的一段时间它不会进食,直到繁殖期过去。 这期间,雄性滋蝉的上唇会长出硬质的尖刺,用来与其他雄性搏斗争夺领地。 这个石洞已有所属。 不速之客上门了。 入侵者迅速钻入了石凤中躲了起来。 石洞的主人赢得了一场战斗,但这还没完。 一段时间后,入侵者打算再打一架。 这次主人掀发之人。 他用粗壮的前肢配合稳固的尖刺,将对手顶起来。 入侵者被赶走了,主人守住了自己的领地。 失败的入侵者只能去寻找新的石洞。 有时,他们也会自己挖一个洞。 这只雄性滋蝉最终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地方。 雌性峨眉滋蝉会在晚些时候出来。 它们比雄性滋蝉瘦弱一些,并且上唇没有尖刺。 几天过后,昔日的失败者已经完成了逆袭。 看样子,他经历了不止一场战斗,上唇的尖刺都断了几根。 画面中白色的物体便是卵群,它会一直守候到卵孵化。 又是数日过去,山中的温度逐渐升高。 已经有峨眉滋蝉离开了石洞。 完成了繁殖任务,雄性滋蝉上唇的尖刺也会全部脱落。 这时,他们会重新爬回岸上去寻找食物,补充自己在繁殖器的消耗。 他们潜伏到草丛落叶中静后食物的到来。 新的一年中,他们将面临更多的生存挑战。